本來就是死亡率高的那一群人 沒有辦法有高血壓糖尿病 到2627很嚴重了 然后我们就视讯一一道别 因为我全家都被隔离 只有我没被隔离 再回想都是沉痛记忆 Sam一家人只有自己没确诊 双亲在万华做生意都被感染 其中父亲二十号住院 隔天病况急转直下 鲜养剩百分之九十三 医院注射瑞德西韦一天一剂 第一轮达五到六剂 病情没喉转 医院却告知已经无药可供 当时的父亲病情面临插管 伤确诊重症 却碰上缺药危机 入院第十天还是撑不下去 我没有办法确定 我爸爸最后死亡 跟这些药寄不来 有没有特别明显的关系 这种痛任谁都难以承受 时间推回五月中确实是疫情高峰 其他医院也透露 那时重症药剂数量有管控 最亲的家人都被隔离 因为和爸妈同住的 还有弟弟一家四口也都确诊 算无症状只能关在家 庆幸的是已经康复 但就连母亲店面 四名男约工也染疫死亡 有人还是因为隐形缺氧 面对志情先走一步 疫情之下遭逢变数 心里那个缺 只能让时间慢慢缝补 TVB新闻徐坤向黄敬盈台北报道 请订阅按赞分享TVBS News频道 并开启小铃铛 同时用手机下载TVBS新闻app 随时掌握国内外焦点 等你哦